法国李扬在成功推出自行车自由租赁服务之后,日前又率先推出自由汽车租赁网,用相同的理念以求解决城市交通阻塞和停车难的现状。 这项措施由三个协会共同发起,他们目前在市内22个停车场内设有70辆小型汽车,服务于700个入网用户。 用户可在全天任何时间内通过电话或者上网预定,租赁按小时收费,平均半天收费20欧元。 这位在市中心从事餐饮业的店主已经成为自由汽车租赁的入网用户。 他表示,这项服务令他获益良多。 自行车自助租赁服务系统的实行一度成为法国社会的热门话题。 此次自由汽车租赁系统随即也将在巴黎及法国其他城市推广。 里昂市政府预测,当入网人数超过3000人之后,城市交通拥堵和停车难问题将得到显著改善。 届时,城市驾车也会变成一种乐趣。 凤凰卫视,李萌威,巴黎综合报道。